刚刚呢咱们学了这个 Date这个类是吧 日期类 那这个Date类呢 我们在打印的时候呢 看这个结果是很不爽的 什么结果不爽啊 来看运行的时候 这输出结果 那我希望它是 按照咱们这个中国人的习惯 1970年1月1日 多少分多少秒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那么这个结果不爽 那怎么办呢 来看我们接下来学一个类 这个类叫做 SimpleDateFormat 那么它是可以对日期进行格式化的 那说它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看一个类 叫做DateFormat DateFormat是SimpleDateFormat的负类 我们之前讲过 为什么要定义子类啊 因为子类有比负类更加强大的地方 好 那我们先看它的负类 然后呢 再看它的子类 好 看这个DateFormat Ctrl-C 复制一下 好 Ctrl-V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的介绍啊 它是在Test的包下 也说用它的时候也需要怎么样 导包 然后再往下走 它是一个什么类 这个认识吧 它是一个抽象类 那么抽象类是不能直接去 拗对象的 好 那它有没有构造呢 再往下走 它有没有构造啊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它构造啊 再往下走 找一张 有没有 哎 这有一个构造 那这个构造 它是用Protect修饰的 也说它为子类提供 触始化使用的 Protect是不是只提供给自己子类使用的啊 哎 它有这么一个空餐的构造 但是这个空餐构造 能不能用来拗对象啊 哎 它是不能用来拗对象的 因为我们是抽象类 抽象类是不能被实力化的 好 那么这个DateFormat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因为它是不能被实力化的 这里面虽然它也有些方法啊 比如说getDataInstance 它返回的是DataFormat 虽然也有这样的方法 但是这个getInstance底层也是由 DataFormat的子类来去实现的 听懂我这话意思吗 我再重复一遍啊 你掉这个getInstance 它返回的是一个DataFormat 那么也说DataFormat 它可以当做一个引用 来 我给你这写一下啊 来 咱们创建这个类 Demo7 Simple S-I-M-P-L-E SimpleData DataFormat Format 然后咱们先说一下这个DataFormat DataFormat呢 是个抽象类 DataFormat 好 导进来 然后来一个DF 就等于了 New一个DataFormat 再来看 我这么New行不行 行不行啊 它是个抽象类 不让你去实力化 DataFormat 是个抽象类 Format 是抽象类 是抽象类 不允许实力化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那么它是抽象类 不允许实力化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个方法 大家来看啊 这里面有一堆的这样方法 返回的都是DataFormat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叫做GetDataInstance 来DataFormat Format Mate 然后DF DF1吧 就等于了 静态的方法 DataFormat 是不是类名点啊 Format.getDataInstance 那么这里面 它是相当于是负类引用 指向什么呢 指向后面这个相当于是子类对象 你听说老师这里面没有拥啊 没有拥是因为方法的底层实现的 方法底层做的 好 相当于是 相当于 相当于负类引用 指向子类对象 那么右边的 那么右边的 右边的方法 反回一个子类对象 好 右边的方法呢 是反回一个子类对象 好 我带你看一看原码啊 按住Ctrl键 在这点一下 是不是到这里了 到DataFormat DataFormat 这里面有个方法 它叫做Get Return 反回一个Get 然后呢 我们再来往里看 按住Ctrl键 来 按住这个Get 然后往下看哈 在这个位置 它反回的是DataFormat 对不对 然后往下走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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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里面反回什么 new一个 simpleDataFormat 那么这个simpleDataFormat 它是不是 刚才我说了 是Format的一个子类啊 那么在这里面 new一个simpleDataFormat 是不是将它子类对象 给反回 所以这个位置 你这个位置 它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位置 它相当于是这么回事 DataFormat Format DF1 就等于new一个 什么 simpleS-I-M-P-L-E simpleDataFormat Format 好 那么相当于是 它俩是一个意思啊 只不说 这个是底层都实现了 都封装好了 那么直接调用它就可以了 而这个呢 是你要自己去创建的 明白吧 好 那说这么多 什么意思呢 我是告诉你 simpleDataFormat 它拥有了DataFormat中 所有的方法 所有的功能 那我们就 不用去DataFormat 去创建了 而DataFormat 本身又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抽象类啊 所以咱们现在 重点学这个是 simpleDataFormat 好 我把这一块抽取出来 Demo1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simpleDataFormat 我把笔记上的内容 拷贝出来 Ctrl-C 复制一下 Ctrl-V 粘贴 来看一下 simpleDataFormat 的构造方法 好 Ctrl-C 复制一下 找一下simpleDataFormat 好 那来看它的负类啊 它的负类其实就是 DataFormat 对不对 好 往下走 往下走 来看它的构造啊 它有空餐构造 也有这个 有餐构造 那么这个空餐构造和有餐构造 分别都是干嘛呢 我们就说这两个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用最多的就是这个 用最多是它 首先来看它 simpleDataFormat 空餐的 我们这个是日期格式化类 所以首先我们得有个日期 就是Data 当然导进来 Utable啊 别导错了 D就等于New一个Data 这个咱们是不是能获取到当前时间对象啊 这就叫做获取当前时间对象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 我们来一个simpleDataFormat S-I-M-P-L-E DataFormat S-E-F 就等于New一个simpleDataFormat 这就是创建日期格式化类对象 好 那现在呢 如果你直接输出D 那它的格式呢 我们看着是不爽的 那然后我们用它干嘛呢 用simpleDataFormat 将它给格式化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simpleDataFormat 有什么方法 能将它进行格式化 有这么一个方法啊 叫做Format 我们找一找啊 找一找 simpleDataFormat 里面有一个Format 大家发现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方法啊 那么有这么一个方法 但是它里面的参数 有这么多吧 没有一个参数的 那好 我们找一找 它负类有没有 去哪找负类呢 这是不是负类啊 好 找着这里面有没有Format 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Format的方法 它是不是可以从负类 去继承这个方法使用 来点一下 来看 Format 这里面是可以传个Data的 这里可以传个对象 好 再往上找 看这个Format 来看这 看到了吧 哎 这里面传的是一个日期对象 哎 这里面有很多Format的重载方法 那么这里面传一个日期对象 反回什么 说反回死云字不串啊 你说 它把你这个日期 以死云字不串的形式给 反回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打印一下了 SYSO SYSO SDF点这个Format 这个Format的方法来看 它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DataFormat 然后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死病字不串 好 那我把谁传进来呢 把这个D传进来 来 大家看 88年6月6号下午9点31分 看到了吗 哎 那么这个格式化呢 其实也不爽 因为我们想按照自己的格式 去给指定 它这个是固定好的了 哎 我觉得也不爽 哎 这是打印的结果 复制出来 好 咱觉得不太爽 对不对 不太爽干嘛呢 我先把它抽取出来 再给你讲一个能爽一点的 我希望啊 它按照咱们这个中国人的习惯啊 年月日十分秒 这样去打印 那中国人什么习惯啊 知道吧 哎 年月日十分秒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来看啊 好 看这里面 大家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啊 再往上走 看这里面 能不能看懂什么意思啊 这个小Y呢 它代表的就是年 然后大M呢 代表是年中的月份 然后再来看 这个小D呢 代表月份中的天数 就是年月第几天 然后还有呢 H 一天中的小时数 0到23 然后呢 还有一个K 是1到24 我们一般用的是 0到23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有小M 是小时中的分钟数 还有这个S 分钟中的秒数 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 那我就可以用了 怎么用呢 很简单 特别特别简单啊 我教你怎么用 就是在这里面干嘛呢 传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要写年 那就来个YYY 这个Y 年 然后后面跟个月 月的话 我们来一个大美媒 月 然后来小弟弟 Y 然后呢 大H 大H 然后冒号 小M 然后冒号 SS 好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 年月日 十分秒 看到这意思吗 好 那接下来咱们来去 看一些效果啊 SSO 那么SD F. ForMet 把D传进来 好 运行一下 看一些效果 运行 大家看 2088年6月6日 21点34分24秒 怎么样 是不跟咱们这格式一模一样 也说你在这里面给什么格式 他就按照什么格式来 明白意思吗 那如果你在这里面不是给的是年 是给的斜线 斜线 没了 好 来运行 看结果 就一样的 他就跟你去 匹配就行了 然后呢 比如说老师 我这个 毕竟不小心 忘写了一个Y 行不行 他很强大 你忘写个Y 你看他恢复出错啊 来运行 大家看 是不是还是这个 老师这个奇怪了 我再忘写一个Y呢 再忘写一个Y 他也有办法 你看他有什么办法 来运行 88年 把20去掉了 自然 然后说 我再忘写一个Y呢 来 再运行 他来一个2088 你写一个Y 他认为 你这个就是代表 整个年 对吧 那你写两个Y 他以为你只想表示 后面的 那这个很显然 这个M也可以怎么样 省略一个 D也可以省略一个 来运行一下 来 2088年6月6号 0是不是都去掉了 好 那我冲动一下 把H M S 这些都省略了 会不会报错呢 运行 大家看 有没有报错啊 是不是也是把你这个时间啊 分钟啊 还有这个秒啊 都给获取出来了 能记吗 哎 但是大家写的时候建议啊 按照这种格式写 叫YYY 然后呢 大美眉 对不对 小弟弟 然后呢 大H 然后呢 这里小M 小M 小S 很好记吧 哎 通通过我这么一说 就知道怎么去弄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 把我们这个日期对象 进行一个格式化 哎 格式化 那这个SimpleDataFormat呢 还有更强大的地方 有多强大啊 好 我把这个给你抽取出来 这个我先写注释啊 这是将 日期 对象转换 转换 时间字不串 转换成日期对象 比如说老师 那转换成日期对象的好处是什么呀 你要知道 日期对象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 set time啊 get time 这样的方法呀 我是不就可以获取 毫秒值了呀 那获取毫秒值之后 我就可以对他进行计算了呀 比如说 举这么例子 你给我两个字不串 一个字不串呢 是你出生那天 一个字不串呢 是今天 那我把你出生那天的字不串 转换成日期对象 我再把今天转换成日期对象 我求出他们的毫秒值 我一减 是不是就求你来到这个世界多少天了呀 不着急 一会儿咱们就去做这个演示啊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将时间字不串 转换成日期对象 怎么做 sg sg 等于 但是这里面你不能瞎解啊 你不能说 这个我爱你 然后就就就转换成这个日期对象 那不行 你得写上真正的是这个日期的一个东西 呃 二零 零零年 呃 年 然后呢 零八月 然后呢 零八日 然后呢 零八十 零八十 零八分 零八秒 好 那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字不串 那么这个字不串呢 我想把它转换成日期对象 好 那怎么转换呢 我们还是需要这个simple data format sdf sdf 就等于应用一个simple data format 好 然后呢 把这个str 传进来吗 不是啊 不是把str传进来 我们这里面还是要写格式的 写格式的 然后yyyy 然后呢 来一个年 这个地方 如果它用年 你这地方就用年 如果它用斜线 你就用斜线 然后再来一个 大美眉 然后呢 来一个月 然后小弟弟 来一个日 来个日 然后呢 来一个 大h h 冒号 来个小m 然后来冒号 小ss 跟它比配上就可以了 它这中间有什么分隔 你就用什么分隔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它要把时间做不串 转换成日期对象 所以这面肯定是什么呀 是不是用日期对象来接收啊 date d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sdf点 有这么一个方法 叫parse 来看一下 parse 里面传的是一个 伏串 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日期对象 parse这个方法啊 我们把str 传进来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说一下 这是将什么呢 将 时间 伏串 转换 成 日期 对象 然后在这里面要注意一点啊 你看它是不是有一条红色的波浪线啊 这个其实是异常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异常 老师先告诉你它是异常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呢 你这个字不串 有可能会瞎写 写个什么 我爱你啊 你爱我之类的 对不对 那你要瞎写的话 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转换不了啊 转换不了是不是出错了啊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异常呢 我们还没有学如何去处理 你就在这 鼠标放上去 control加一 然后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这是抛出一场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 D SOS 打印一下D 来运行 大家看 是不是2000年 出来了 能看懂吗 这就是将一个 时间字不串 转换成 日期对象 好 那么 这个simple data format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